算 巧兄弟 有的好兄弟 合成终尖 暂时处杀于荆霄陈桥义的梁山大军 很快接到了朝廷的第一道作战命令 命宋江同志担任征讨先锋 随同张淑叶征讨江南方了 宋江期待已久的机会来了 建功立业以后封妻因子 忠君爱国以后名垂青史 公民哥哥已经遇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光明未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宋江憧憬召王军颁封赤丰赵书的时候 一个必然会有的噩梦来了 对于大宋朝廷而言 梁山好汉们属于专门引进的特殊人才 理应受到优待 可朝廷主管部门却派来了 李渔侯具体负责梁山大军的后勤攻击工作 李渔侯高求老贼的心腹 曾经凭借出色的作死本事 惹得梁山重怒 差点将自己的两百斤交代在梁山上 有高求这样的领导 有梁山不堪的经历 李渔侯会如何对待梁山大军可想而知 除了素日里克扣军梁军饷 就连赵王军亲自赏赐的酒肉 李渔侯仍敢给予对折处理 利用工作便利大搞贪腐 挣着手中职权吃拿卡药 梁山领导层乃至各中层干部 碍于宋头领的面子不便说什么 可基层干部和基层群众却不吃这一套 于是虽不属天罡地煞之力 但却远胜梁山一百零七项的好汉何臣不高兴了 这一斤肉一坛就为何剩了半斤半坛 好了 基层干部有了质疑和不满 我们来看李渔侯的经典回答 上边发起来就是这些 不高兴啊 问上面去 千百年来 朝廷的财政拨款物资下发 乃至评仙评选资格 都会通过各级地方官府层层操作 而并非直接到达终端受众 当然地方官府对实际情况更为了解 能够更好的将工作落实到实处 但这个层层操作的过程 岂有可能演变成层层盘剥 此时的李渔侯就是负责中间程序的典型代表 能够盘剥的时候绝不手软 面对质疑的时候惯性甩锅 上边看不见摸不着的上边 就是他们最为常见的甩锅对象 你给出质疑人家并没回避 甚至还为你指明了申诉的途径 找上边 可等到你真要找上边的时候 你可就是越级反应问题 不受官府保护了 更何况合成就只是一个基层军校 李渔侯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只是曾经受到过阮小齐李逵和武松威胁 但却都能侥幸逃过一劫的李渔侯 今日算是对错了人 硬错了地方 面对合成的质疑 李渔侯非但未给出正面回应 还将封建基层官员有点全力 就忘乎所以的丑恶嘴脸详尽表现 甚至李渔侯自认为自己拥有了主场优势 开始羞辱眼前这位好汉 所谓骂人不骂短 可李渔侯就这样直白给出了羞辱 这将严重刺激合成的江湖英雄心 更何况这是大庭广众之下 这是当着手下将士的面 合成断难忍耐直接抽出了刀 摆出了江湖男儿应对如此情况的必然准备 可今日注定是李渔侯的死期 面对合成的大刀 他仍未停止羞辱 甚至还将迹象法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表情配合着动作 动作配合着语言 我今天把头伸给你 你有胆往这儿来 然后各位看官在林冲那里攒下的窝囊计 终于有了彻底发泄的机会 合成一刀回去 李渔侯领了盒饭 注意李渔侯可是高求的心腹 朝廷的命官 这一刀相当于挑战了朝廷的权威 如果处理不好 恐怕会让梁山面临极为被动的局面 甚至会让昭安工作前空尽弃 所以等到合成砍了李渔侯的消息汇报上去 送枪荒了无用惊了 可面对如此突发事件 送枪反倒没了主意 关键时刻 还是要看无用的应急反应 且看无用给出的第一份 既然这件事将会对梁山造成极快影响 那么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封锁消息 留给自己充足的处理时间 确定李渔侯同行人员的所在 就是为了确认封锁消息的可能性 得知相关们都已跑回城去 无用知道封锁消息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赶紧进行下一步操作 是为了让两位好汉火速进城 请求宿太尉从中斡旋 争取赶在高求之前 劝说赵王军给予宽恕 既然消息已经走漏 那就应该尽可能争取主动权 避免事态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只是李渔侯毕竟是朝廷命官 宿锁毕竟没有高求的面子大 目前应该争取的关键性 并非合成的性命 而是尽可能避免这件事 影响到昭安的大好局面 避免宋江等梁山领导层受到牵连 可尽管如此 无用还是想再努力一下 争取能够救下合成的命 想到这里无用赶紧暗示宋江 注意无用的这句话 强调了三个关键点 一 强调合成的身份特殊性 合成的背后是影响较大 地位较高的阮氏兄弟 二 强调这件事发生的有情可原 李渔侯对待梁山的敌对态度 有目共睹 合成兄弟又生气耿直 这件事的发生甚至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三 求情的惯有操作 强调合成的战功 争取一个将功折罪的结果 可无用的这句话以后 宋江未给任何反应 无用便立马明白 合成活不成了 既然事情已经无法逆转 既然合成必须得死 无用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冲在宋江的面前 让自己成为处决合成的恶人 如果宋江下令 阮氏兄弟恐怕会撕了宋江 如果宋江下令 将会严重挫伤宋江的领导权威和正面形象 如果宋江下令 整个梁山恐怕都会分崩离析 彻底走向终结 所以无用的主动担当 既有对宋江的维护和忠情 更有对梁山的负责和感情 等到燕青代宗进账 无用让两人转达了梁山领导层 对此次事件的处理决定 同时为了避免这个决定 在梁山军中引起震动动摇军行 无用还趁机强调了处决合成的无奈原因 行了 该有的应急措施都安排了 宋江终于发话了 我去找阮氏兄弟 这里真心想劝宋头领一句 您还是别去了 阮小七会掐死你的 无用当然不会让宋江去挑战阮氏兄弟的忍耐底线 他再次挡在了宋江的前面 找到了阮氏兄弟 并明确了处决合成的命令来源 阮氏兄弟会不会同意处决合成的决定 宋江心里有数 他不指望无用能够劝说成功 更不会让合成影响到自己 影响到梁山 所以宋江还是决定亲自出马 再次用那该死的语言艺术逼杀合成 且看宋江的第一句话 他该杀 该寡 不该死在咱手里 他该杀该寡 强调了李渔侯的该死 更强调了自己对合成出手的充分理解 这是领导对下属最起码的关怀 但目的却是为了争取合成的主动回报 不该死在咱手里 强调了合成的巨大过错 更强调了合成和自己属于同一阵营 这两个强调的目的在于告诉合成 兄弟 你杀了李渔侯会连累整个梁山的 所以 翻译一下宋江的这句话 我们就能明白其中的阴险 李渔侯确实该死 我也理解你的被逼无奈 但你杀了李渔侯会连累大家的 所以 我的合成兄弟 你还好意思活着吗 唯恐合成听不明白自己的暗示 宋江还给予了一句追加 我的合成好兄弟啊 你不知道他是朝廷的命官 你于是就不能忍一忍 这句话的意思更为明显 你没忍住杀了朝廷命官 我也保不住你了 合成 虽然并非天罡地煞之力 但却有着教职天魁心更挺直的脊梁 既是梁山的人 就有梁山的气概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绝不拖累大伙 更与大哥无关 然后 合成走向朝廷张贴的告示 举刀自吻 鲜红掩盖了白底黑字 让宋江身上的官服更鲜艳了 再看宋江 尤其是阮氏兄弟赶来以后的宋江 匍匐在地 头颅深埋 眉脸也不敢抬头 面对阮小七的凶狠目光 一个小小官差丧命 就能逼得宋江如此狼狈 面对那些吃人不吐骨头 早已修炼成精的朝廷大佬 宋江也就只有被随意拿捏 并最终痛饮毒酒的份 合成合成 如何能成 朝安朝安 朝甚鸟安啊 合成死了 整个梁山的脊梁都被打断了 那个快意恩仇 气吞山河的梁山也随之去了 宋江啊宋江 我看你几十万啊